自立自強 請司機 帶我們去 去吃東西 飯店也是一團亂 拿了房卡進到房間裡面 就發現 房間裡面竟然有住人 就去過一老半天之後 他就跟我說 根本沒有訂到我們的人 我覺得過程中 他們一直在互相分身責任 我這次發了4萬7 非常不適合 沒有 各種不順利 各種不順利 所以你們行程有走完嗎 當然 我還好 我是自由行程 喔喔喔 我是包團 你們包團 因為帶長輩跟小孩睡 對 包團 但我們前一天 他都沒有通知我們 到底當地有什麼領有領 對 什麼都沒有 還要我們主動問 然後到當地才知道說 派了一個 不會中文 也不會英文的司機給我們 就這樣子 然後就出發了 然後第三天司機就傳信訊說 年代沒有付錢 他不能來 再問 所以第四天第五天 我們都是放任自由行 自己叫車 自己吃飯這樣 對 所以你們是9號出團的那一批 對 對不對 那看到10號 比你們更慘 那時候怎麼 心裡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旅行社很糟糕 我覺得可能金流有點問題 因為新聞看到是說 他越接 但是他一月的帳牌也沒有付清 人家都敢出聲明 為什麼年代不敢出聲明 你把那個條文秀出來 對 出個聲明 不要用講的 所以你去簽約 你是講 有沒有講清楚 都不知道 所以覺得旅行社的問題蠻大的 可以 回來會做什麼樣的一個動作嗎 再說 再看看 會提告他們嗎 我們要回去整理一下資料 那我們那些卡還有人更慘 就是到了飯店 要換飯店的時候 check in 發現沒有他們的名字 然後飯店也買了 他們就趕快當下再去自己 發錢訂飯店 你後面都變成是你的自由行 對不對 對 可是機票 好歹是來回機票都沒有問題 目前是這樣子 我不確定到底是誰有問題 因為他包很多家 他現在只有包出去就問了 可是我們在路上 只要遇到是年代的人問 全部都是有問題 你們那時候怎麼會選擇年代 那時候一google看 他們就寫得很漂亮啊 然後就直飛了 因為直飛現在只有星羽 跟他們 就是好像都包機 對 不太好自己頂這樣子 以後還會選擇他們嗎 自由行 我背負了四萬七 我們其實是跟團的 然後變成自由行 我們自己拿手機 這樣子翻譯 然後對 會不會擔心那時候回不來 其實蠻擔心的 非常不值得 對 吃啊 住啊 全部都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我有小朋友 小朋友應該一起吃 但不是 他把我們 第一天除氣一頁的 年夜飯的 分成casino跟一般的 那我問 小朋友可以進casino吃嗎 不行 不行吧 對不對 那這就是有差別啊 然後我們被迫 什麼八九點才開始吃 嗯 沒辦法吃 住的也有差別啊 當時說床型是怎麼樣 他都沒辦法配合 怎麼會當地的飯店啊 什麼的錢都沒有付好 慘遭丟包 而且好多人受害喔 網友說呢 年代旅遊很趕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看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一度讓我質疑 到底還要不要去復國島呢 因為我原本也是有計畫 要不要跟家人 可能三四月的時候 去復國島旅行 因為最近在主推嘛 然後這個地方又免簽 越南當地旅遊局說 監察小組呢 今天要到復國島 釐清各項問題了 交通部觀光署說 要求這個旅行社呢 要讓旅客平安回台灣 後續還要來查 這個旅行社到底有沒有違規 那麼現在李奇悅也說啊 旅客回台之後 可以向旅行社先溝通 討論賠償 溝通不成 這個平保協會就會成立專責窗口 那麼年代旅遊的總經理 林大軍他說 預定這個月的26號 會付清款項 但是呢 Winner國際旅行社一再放出謠言 還恐嚇客人收取團費 非常惡劣 所有的真相 等旅客順利回台灣之後 他要開記者會 一次說清楚 但是有很多的爆料 譬如說遊客說 這個年代旅遊啊 要求先回台的旅客要簽 託團切結書 就是說你自認倒楣啦 還有媒體接貨爆料說 年代旅遊不只沒給地接航空公司錢 旅遊的這個導遊員工薪水也都沒發 那大家找的團費到底去哪裡呢 好大家開始灌到這個年代旅遊去洗版了 結果呢很多人說 留言被刪耶 真的很敢 全台灣都知道你們的惡行了啦 刪留言也沒有用了啦 好那今天呢這個剛說到了 年代旅遊的整體事件 292人差點被丟包在當地 到13號晚上為止呢 地接旅行社負責人 唐凱證實沒有收到年代旅行社 該付的費用 但基於人道精神 還是讓大家走完行程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泰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份證的 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助眠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益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記轉 對季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支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新全校克菲爾益生菌